步入2022年 马来西亚政府决定 不再对境外来源收入的征税进行豁免 所以当大家把境外的收入汇回马来西亚的时候 政府将要大幅抽水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合法的避税呢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避税工具 嗨 欢迎来到理财老司机的频道 这是一个关于理财投资还有个人成长的频道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 马上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才会收到我所有影片更新的通知 正在观看这个影片的你 如果来自马来西亚 但是你拥有海外的收入 或者你正在海外工作的话 当你要汇款回到马来西亚 在2022年开始 你可能就要面对额外的税收 而今天要介绍给你的WISE 也许就能够帮助你在汇款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省下很多的税金 WISE的前生称为TransferWISE 之所以更名为WISE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作为茁壮成长的金融科技公司 除了汇款也进一步的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 他们于2021年7月在伦敦交易所挂牌上市 也在全球多个国家提供网上银行服务 让用户可持有多币种的虚拟银行账户 这个虚拟银行账户可能你在网上有见过 它可以称为WISE account WISE borderless account 或者WISE multi currency account 其实说的都是同一回事 目前马来西亚的用户在开通了WISE account之后 可以持有超过50种货币的资金 在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就可以根据实际利率来进行兑换 50多种货币包括了美元、欧元、英镑、纽西兰元、加拿大元、新元等等主要货币 用户可以使用WISE account来做到全球范围的收款、汇款 也能减易便利的随时进行货币间的兑换 当用户使用WISE来进行汇款或者是兑换货币的时候 他们所收取的固定费用是相当低廉的 而且他们所使用的汇率也是实际利率也就是Spot Rate 所以比起传统银行电汇的高昂费用 通常是我们汇款数目的2%到4% 和WISE比较起来 WISE可以让我们省下相当相当多的水钱 马来西亚2022年的财政预算案一旦通过 作为过渡政府决定在1月1日到6月30日之间 对所有在马来西亚国内收款的境外来源收入 按3%的税率进行征税 在2022年6月30日以后 政府则会按现有的所得税率来进行征税 如果想要避开将海外收入汇回大马时所产生的税金 其实我们可以使用WISE account 将我们的海外收入例如说美元好了 存进我们的WISE account里面 当我们人在马来西亚境内 想要用这笔美元收入进行消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搭配这张WISE card来完成消费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省略了美元兑换令吉 及被征税的高昂成本 这个避税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当我们的境外外币存款 并没有汇回马来西亚以令吉收款 而是使用WISE card进行消费时 所有货币兑换及付款的程序 皆通过WISE和扣账卡供应商 像是VISA和Mastercard来完成 就像是我们到海外使用信用卡消费的模式相同 简单来说 当我们使用WISE account 还有这张WISE card来持有外币及进行消费 我们其实并没有进行汇款的操作 所以政府是没有权利征收3%到30%的这个税收 所以大家可以精明地去调度我们的境外收入 以合法的方式进行避税 使用WISE account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 像是我们能够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款项 包括英国的银行账号 欧元的iBank 美国的Routing Number等等 WISE都能够提供相应的银行账户资料 给我们这些用户来收款 无论是我们的工资 发票付款 退休金和股票利润等等 都能够像当地人一般来收款 当马来西亚人在使用一些券商户口 像是First Thread 入金时都会有诸多的限制 但是WISE account能够提供银行账户资料 所以像是美元入金 我们就能够做到First Thread所要求的ACH转账 所以能够为我们的券商户口 提供便利的出入金方式 经营线上生意的朋友 利用WISE account能够做到像人在当地搬开账单 以及管理来自各种网上平台和店面的收入 因为WISE account可以连接到很多的商业平台 例如Amazon还有PayPal WISE的用户也可以通过英国 欧洲 美国和加拿大等地的直接扣账 也就是Direct Debit的方式 来轻松管理各种货币的按揭 还有水电账单 并向当地人颁付款 因为我们在WISE account里面 可以存放高达54种货币 接下来这一点很重要 当我们出国的时候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时 我们就会需要经过像是Visa或者Mastercard的网络来进行结算 发卡银行在结算时会征收我们1.5%到1.95%不等的外币签账手续费 但如果我们使用的是WISE card的话 而我们的WISE account里有当地货币 我们消费时是直接扣除当地货币的余额 所以是不会产生外币签账手续费的 在马来西亚 WISE是一家合法注册并受监管的汇款业务公司 并根据2011年货币服务业务法来营运 我们存放在WISE account当中的资金 被称为Safeguarded funds 也就是受保护资金 因为WISE必须将用户的所有资金 和自身公司经营业务的账户完全区隔开来 形成了相当高的保护性 就像世界上大部分的事物 都不可能有完美的选项 要说WISE account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我想应该会有两点 第一就是我们存放在WISE account当中的资金 是不会产生利息收入的 WISE并非传统银行 所以没有支付利息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当我们使用WISE account 为我们的境外收入 省下了很多很多的税款 这个时候我相信大家也和我一样 不会对利息这一件事情 鸡蛋里挑骨头 WISE account第二个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它现在受到马来西亚法令的限制 当我们持有很多种的货币 在我们的WISE account里面 其实总值是不能够超过2万令吉的 一旦用户的账户余额超过2万令吉 就必须在7天内将款项汇出到银行 让你的WISE account保持在不超过2万令吉的情况下 如果大家的境外资金相当庞大 其实这一点还是可以克服的 因为这样的限制 只是限制了个人的WISE account 我们其实可以开一个商业型的WISE account 方法是大同小异 但是商业型的WISE account 就没有了这个2万令吉 账户余额的限制 还有一点就是 当这个影片上传的时候 WISE card在马来西亚还处于测试的阶段 只有少数的用户像我 收到WISE的邀请来进行优先的体验 不过我相信很快的所有马来西亚的WISE account用户都能够拿到这张WISE card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先未雨绸缪将自己的WISE account开好 如果大家拥有海外收入或者时常需要将外币汇回马来西亚 我强烈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善用新时代的金融科技工具 就算目前没有需要用到 但是WISE account开户是免费的 我会把自己的邀请连结贴在描述栏里面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连结来进行开户 以备不时之需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带给大家的内容 马上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看见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 马上点击subscribe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才会收到我所有影片更新的通知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啦 拜拜